还有人吗 我现在已经到了办公室了 你办公室有同事吗 有 但是都是女生 没关系 跟那个女生说一下 你说那个 我想去理一个 火山爆发型的法型 你们觉得 而且是夏威夷的 他打过来了 他打过来了 什么乱七八糟 你们赶快点 你男朋友打过来了 打过来了 嗯 准备了 演得像一点 喂 喂老公 喂 我刚才从招聘会回来了 哦 那个我跟你说 说一个事 哦 就是我在 妈妈 就是我在 七年前 生过一个小孩 哦 然后 你要我吗 真的 你到七年前 生的小孩 等现在冒过来了没 我也不知道 他突然给我打电话 说他来生证了 哈哈哈哈 他咋知道你电话在呢 嗯 他咋知道你电话在呢 我也不知道 反正他就是来生证了吗 反正我让你别人听了来生证了 那么这上 这是我的一个电话 接一个电话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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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要 看死我 啊 哈哈 我 好臭啊 我受不了了啦 你这位先生怎么回事 怪不得刚才没接电话 就是人正当的这个 该什么样的时候 吃过饭了吗 这个时候啊 好了 那个这位叔叔啊 我就是他女儿啊 那个什么先生 柳 柳先生 算了 柳先生你还是忙着吧 我突然想起柳先生 现在特别烦忙啊 那个王小姐啊 嗯 呃 因为这个演技太差呢 呃 这个今天被我们淘汰了啊 而且还浪费了我们四五分钟的时间 也不仅浪费了我们的时间呢 而且还这个 这个啊 我已经说出来了吗 你虽然说出来 但是女先生完全不相信 可能他这个时候也无暇顾及你吧 哈哈 好了 谢谢王小姐啊 王小姐 呃 这个音效现在非常的适合你和女先生啊 共同来享受啊 哎 谢谢我们的王小姐 因为演技太差 被淘汰了 啊 老板娘 今天我们能用一首圆满的歌曲来结束今天的节目 你想听一首完全的歌啊 我给你唱呀 很严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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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你很严慌 我们的严慌 健康 智商 直接变成了五岁啊 七岁 七岁啊 嗯 同时呢 我们也希望 天下有情人都能够忠诚 其实呢 玩笑呢 有的时候在我们节目当中啊 大冒险当中可以 呃 努力的开一开 平时呢 就不要随便开 因为你们把握不了我们这样的火候的啊 哈哈 好了 谢谢你们 明天同一时间 过来她是外焦里嫩 把握不好 她就烤糊了 今天同一时间 不见不散 我就是外焦里嫩的老板娘呀 我的外嫩里嫩的老板娘呀呀 风哥就是外嫩里嫂的风哥 那你就只剩下半绳不熟的风哥 那你就外焦那种 满冰冰的思考的逻辑 是等于感性的走远 爱你的眼睛 每天早上 这个吃完呼吸一下 咸咸空气啊 觉得确实很有利于 我们的这个肠道的健康 其实呢 天空是蓝的 环境是绿色的 大盘也是绿色的 老板娘 你破3500了 谁让你不诚实劳动呢 这也是诚实 正先想着足迹学校 这样的事情能维持多久 我早就跟你说了 老板娘我不懂经济 不懂股票 我靠诚信劳动诚实赚钱 中国人导宣承 将减持股票 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3500点 瞬间急过 跌破3500 这个新闻啊 今天我们来看看新鲜的新闻 这什么新鲜 新鲜与平江甲华南虎不同 有些虎照样公布 看来消息 无论准确与否 都会给舆论界 引发一个新的地震 然后呢就造成了今天互生构式的狂跌 那是不可能的 这还是有经济规律在内的 不是因为这个叫空地 但是这个周正龙和重庆时报呢 他有一段非常猛料的对白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重庆时报的女记者 还有没有公布的虎照吗 有倒是有 但是绝对是没有公布过 但是这个老虎的经验 这个周正龙先生 你讲话怎么那么像 每日搞事报的的搞先生 因为我接触的媒体比较多了 所以说呢 我的声音要适合媒体 让你们也听得懂 让大家也听得懂 老虎的形象和姿态都有变化 如果你看到了 你就会信服我的观点 那为什么您不公布这些照片呢 因为版权问题 这个照片是有版权的 那我想问一下 这一批辛苦照 它共同 不一共有多少张呢 几张到几十张 这个我倒没有留心 也没有认真的数 到底是几张还是十几张 没有数过 反正就是有了 最近还有记者下来的 找出这个上门来找你吗 你的辛苦照 透露给了其他人没有呢 最近 你的电脑 有没有被拿去维修呢 我不用电脑 因为我不懂电脑 我的博客 都是别人桌高带比的 找我的记者 找了很多 美国的一家 这个大报复的记者 前几天来过 让我购买新护照 那美国记者上 您购买护照 能告诉我们 更详细一点的信息吗 这个说起来话长 前因后果我就不跟你细说了 反正我没卖 那对方出价多少钱一张呢 五百块 估计是美金 以当天的贵价为准 那能够告诉我 这个 这家美国大报社 它的具体的名称吗 我们想找他们谈谈 这个外国记者的这个名片 没在我手上 另外这个 咱们这个报社的名称 也比较长 另外是英文 我就一时记不起来了 不过只要你们到我这里 出去详细的手续证明 我会考虑公布给他们 给你们看的 另外这个林业厅 又要我公布新的护照 哎呦 林业厅长 你公布新的护照啊 我已经这个将新护照 交给林业厅了 具体是哪的林业厅 你自己去打听吧 那我要跟那个林业厅联系一下 喂 林业厅的关老师吗 呃 是我 是我 关老师 您作为小西小林业厅 我本来我没明白 进行宣传中心主任 那您说一下周正龙 他说他有几张没有公布的护照 又交给了你们 有这样一回事情吗 我呢 没有收到周正龙什么 但是他的一些胶卷 胶片呢 是在我们这里 还是早早就上 你能不能读的时候 别读错呀 关键人说话的时候 是得顺流的 因为正义里人 那不像你这样 你不是 周正龙和关键人说的 都不是一样的话 我不是转述的说话 我就显得有点假吧 那胶片公布过了没有呢 说嘛 胶片是公布过 但是胶片没有对公众公布 有很多专家都看到过 我认为胶片里老虎的形态变化不大 当然从周正龙拍摄者的角度看 在当时那个场景 他认为是有变化 也是正常的 那鉴定什么时候要出来呢 你说是对他的视力鉴定 还是这个智力鉴定 我觉得他的智力首先需要鉴定一下 周正龙 东北虎和华南虎 都是一个地方的虎 另外这样的老虎和野生虎 它也是两码四 这个马四团的老虎 会表演节目的老虎 能跟那个野生的华南虎比吗 有一点是肯定的 他们都吃肉 这次调查 调查和鉴定是两回事 也就是说 对周正龙 已经有可能参加造假的人群 要进行调查 只要能够找出造假的证据 还原造假的过程 自然也就可以找到照片中 那只虎的来龙去脉 不管那个是华南虎 还是东北虎 不管它是马虚团的虎 还是野生的虎 只要走这根子虎 那这根虎就出名了 老板娘看来 这系列好像是真的 但是这事 只能是真实假 反正我觉得 现在人说话 不能说假话 大家任何事情 都要有凭证 但是周正龙这么一朝 老虎活了 但是老虎 他可以去做代言 但是周正龙 我觉得也活了 以后他如果失去工作 倒是有人会去找他工作 比如说 什么某报 可以做一些片子 这个某网站 做一些这个PS的形象代言 我们可以提他 老板娘 我们请他做什么 你看他适应技术好 他是个照相的 当然是个农民 我不要适应技术好的 我也不要高清的 老板娘他会PS 他会PS 他能把我PS到那个 那个谁身上去吗 什么第一夫人身上去 这个法国女女女女女 第一夫人 对对对对内身材好啊 公共的这个照片也很亮啊 我就想把我服PS 搭住了 老板娘的输色和比例都不合 没有关系 你还得像杰克士一样 漂白一下 那不是 漂白一下 PS也可以做漂白啊 另外呢 我觉得还有一件事情呢 可能会对股市造成一定的影响 那就是这个最近啊 这个民航要求啊 上飞机之前要脱鞋子点 这件事情呢 我觉得相当的 对一些朋友来讲需要自律了 就是说每个人都要走到 那个安检那里要脱鞋子 有道理 为什么有很多男人的私房钱 就在脱鞋子的一瞬间 被老婆骂掉 他想偷偷摸摸讨计 这是不可能的 平叔也在那里被发现 这个所以不是一般人的 这个套贴啊 钱啊 家庭开支之后 有可能不能投入到股市了 哦 原来是这个样子的 另外呢 这个如果袜子破了的 小臭的鞋臭的 我尽量希望你们 在这之前做好工作 不然呢 这个安检的地方 就是你们丢脸的地方 而且老婆如果走在你后面 肯定啊 不愿意让别人发现 你俩是一对 所以我不认识这个人 因为你俩不只是一个人的脸 丢的是全家的脸 所以呢 这件事情呢 我们也希望大家引起重视 不要因为大家的脚错的现象 影响了股市 影响一下中国足球吧 希望影响一下中国足球 有好的方向发展 昨天那一条点球 倒是挺透的 老板娘 老板娘挺透的 是那个少嘉一 你还看呢 我现在根本就不看了 还是很紧张的关注 虽然是这个0比0 但是我觉得那一条实在 我们来看看 5173位好的听友 在短新平台上表扬我了 她说 芽芽 你笑起来救我 好可爱啊 还挺鼠女的嘛 但是腿部皮肤护理的 不是很好 这个说的是哪里的 这个照片啊 什么时候蹬出来 腿部护理不是很好 找周正龙来 给我PS一下 怎么回事嘛 你说我说要顾周正龙 你不让我顾周正龙 对 老板娘是我要顾 你不让 你知道这个 需要她的学生到了 是不是 另外还有朋友们说 昨天我们这个 跟很多的棒棒糖男生 一起聚会 后来呢 在金光发广场附近 也看到了她们啊 确实是特别的帅 当时现场是 水泄不同啊 一切千里啊 所以呢 也希望各位呢 下次再做一场说 老板娘 水泄不通 她怎么一切千里的 她先开始不通啊 后来吃了三黄片 就一切千里了 吃了八道也可以啊 不是这个不通呢 她就要通 通则不通 痛则不通 然后呢 这个你还需要 做一些输导的工作 输泛的工作 你现场才能够通 人生是这样 人体是这样 环境是这样 交通堵 所以也是这样 这一句话 堵不是道理 只有疏通和引导 对 股票也是这个样子 如果你实在不擅长 抄股票 你干脆就不要 抄股票了啊 你可以买基金 但我的爹爹 你现在不讲股票 改骗基金了 你不骗人 股票 它都是这个 你现在说股票不灵了 是不是 你就敢去说基金 你这样说来说去 得扣干我们多少人啊 我跟你说 葛先生 你叫我把您投诉 办有关的这个机关去啊 法力机关 法力面前是平等的啊 对对对对 我跟你说 耽误了好多时间了 我们一位听友打电话进来 你好 你好 怎么称呼你啊 王小姐 你今天干嘛这么兴奋呢 看你听着你心就兴奋 我跟你讲王小姐 今天参加我们节目 您应该是无所求的 对不对 对对对 无所求 就是无论我们做什么题目 你都会 跟我们一起来应和 对不对 你有什么题目 那我应了那句话 有容乃大 无力学刚 那我学刚啊 好好 那你呢 我今天 我怎么办呢 哎呀 那你就心胸宽广一点就可以了 好了 回到我们的节目呢